娱乐圈里最不缺的就是高颜值欧巴,每个人的差别就在于帅的程度而已,相比有些人为了博的眼球,去精心的凹造型,甚至是整容,有的人的长相就是上天给饭吃的,天生就应该备受瞩目,新晋小生陈飞宇就是这样的一个存在。 说到这个名字,大家可能会有点陌生,但是他的父亲大家是非常熟悉的,是明导陈凯格的儿子,也因此一出道就备受关注。 陈飞宇不仅有明导父亲,此生条件也是非常不错的,免疫事业自然也是顺风顺水,只看本人已经很帅了,没想到和他合照的一些男性们更是惨遭碾压。 陈飞宇不仅是有位厉害的父亲,紧致的长相,高大的身材更是人们所关注的,近日陈凯格的儿子陈飞宇参加巴黎时装周,更是一下子之优势,和国际型男逢德伦合影,凭借高挑的身材和超强的气场,简直分分钟把对方面呀。 同时还具备了现在年轻人少有的沉稳气息,这张合照不管是形态还是韵味和逢德伦相比都毫不逊色。 陈飞宇的自身条件和当下小鲜肉的风格有所不同,他此次的穿衣风格并不是,千篇一律的小青青小奶狗形象, 不管是时尚穿搭,还是形象气质,都很有自己独特的风格。 这次参加时装带更是将自己沉稳的气质表现得淋漓尽致,一身黑色英伦风的服饰,给人一种忧郁少年的感觉。 陈飞宇选择的这身服饰看似简单,实则暗藏了不少小细节,西服的设计非常的具有轮廓感,是他整体造型的加分项, 不仅凸显出了较好的身材,还有这款大的太平洋肩,是他即使和型男逢德伦和照都能把对方眨眼,让人们的视线不得不锁定他。 陈飞宇阴朗的长相穿上西装,整体造型更吸引人的则是这款徐玉发型,非常的具有国际发,有一种牙皮的感觉。 这款发型十分的难以驾驭,一不小心会给人特别邋遢的感觉。 但是陈飞宇完美的呈现出了,大概这一款服饰,有种欧洲城堡里走出来的皇家公子一样。 这样面孔和与众不同的气质,确实适合娱乐圈这晚饭。 大家肯定都知道宋仲基吧,凭借多部偶像剧服获一种迷魅,不管是在南韩还是大陆都是非常受欢迎的, 更是凭借帅气的外表服获宋慧桥的芳心,宋仲基的高颜值是大家有目共睹的。 但是年少轻狂的陈飞宇也和宋仲基、欧巴合照了。 更令人惊讶的是第一次感觉欧巴宋仲基像一位路人,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婚后生活得太好了。 宋仲基和陈飞宇合照竟感觉到了富台,一张精致的脸床穿上成熟的西装服饰, 看上去不仅非常的沉稳,同时也不失少年气,对少年气简直没有抵抗力啊。 这身造型非常的符合她的气质,具有男性的阳干之气。 看了陈飞宇的长相不得不感叹,漂亮妈妈称红的基因可以拯救宇宙啊。 陈飞宇的形象你觉得如何? 又有明导老爸称凯歌的关照会成为新一代的偶像吗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